欢迎继续收听由紫禁故事制作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斗罗大陆》 精彩继续 《斗罗大陆》第81章 弗兰德冷着脸站在那里 竟是一副铁面无私的样子 来用表情告诉眼前的学员们 谁也别想蒙混过关 奥斯卡此时心中已笑开了花了 眼神中明显流露出猥琐的光芒 并且特别照顾了宁荣荣 如果可以的话 他则是真想上去抱弗兰德亲几下 院长我太爱你了 弗兰德这样做 不仅是让大家对他产生认同感 对于奥斯卡本人来说 在心理上也是一种极度的满足 宁荣荣吃我的香肠 只是用想的奥斯卡就有些兴奋 奥斯卡同时伸出自己的两只手 嘿嘿一笑念起了自己的浑咒 老子有根大香肠 老子有根小腊肠 一蹭一细 两根风味迥然不同的香肠 分别出现在奥斯卡手掌之中 嘿嘿一笑说 谁先来 类似的课程 戴木白和马洪俊以前都上过 虽然心中多少有些阴影 但还是能够忍耐的 就在两人准备上前 长痛不如短痛地完成今天的课程时 一个人却抢了仙 我来 伴随着清脆的声音 宁荣荣大步走到奥斯卡面前 双手齐出 分别拿起她的大香肠和小腊肠 谁也没想到 宁荣荣居然会率先走出来 戴木白和马洪俊 随即迈出脚步也停了下来 他们都想看看 宁荣荣会不会吃掉 奥斯卡五魂幻化的香肠 宁荣荣的表情很是平静 只是充满了不甘的双眼 出卖了她的内心 她毕竟还只是一个小姑娘 又怎么可能将自己的情绪 完全掩盖呢 是的 经过一晚的思考 她还是决定留下来 并不是她妥协了 而是她想要证明自己 给所有史莱克学院的人看 如何证明呢 那就是超越所有学院 比他们的魂力都更强 奥斯卡提升到三十几 相当于进一步刺激了宁荣荣的内心 所以她在第一个走了出来 面对面的看着宁荣荣的眼神 奥斯卡突然觉得身上一阵发浪 宁荣荣拿起大香肠 猛的一口咬了下去 那样子着实有些凶恶呀 看着她的表情 奥斯卡感觉自己身上摸个不稳 有些发麻 下意识退后了一步 宁荣荣三口两口就将奥斯卡的大香肠和小腊肠吃了下去 刚开始的时候 她还是抱着一种视死如归的念头 可当香肠和腊肠真正入口之后 她就发现 这两种由奥斯卡释放出的五魂味道 竟然非常的不错呀 尤其是那根大香肠 入肤之后立刻变成一股热流 形变全身 一晚没睡 本就已经非常疲倦的她 明显感觉到精神一阵 身体似乎充满了力量的感觉 弗兰德院长说的对 这家伙的食物系武魂确实很出色 出身于七宝琉璃宗 食物系武魂宁荣荣自然是见过的 也吃过 但她以前吃的食物系武魂 却没有一个能向奥斯卡的大香肠 产生作用这么快 哪怕是一名四十多级的食物系魂师 也无法做到这一点 这完全是武魂天赋上的问题 奥斯卡的大香肠 附带她第一魂环效果 恢复 这种恢复是全面性的 除了饱腹感之外 还兼有治疗和恢复体力的功效 恢复效果和奥斯卡的魂力成正比 奥斯卡试探着问道 是不是饿了 宁荣荣舔了舔自己粉嫩的红唇 脸上流露出一丝温柔的微笑 说 你的香肠 一口咬断的感觉还不错 奥斯卡某部位再次发麻 她怎么看都觉得宁荣荣的笑容 有点像是魔鬼的微笑 宁荣荣转过身 目光先后从每一位学员身上掠过 最后停留在弗兰德院长身上 她用行动证明了 自己有留下来的权利 戴姆白和马洪俊 先后吃下奥斯卡边处的香肠和腊肠 唐三第四个走了出来 有些无奈地拿起了奥斯卡第四次幻化出的武魂 宁荣荣一个女孩子都能做到 自己有什么理由做不到呢 抱着这种心态 唐三三口两口将香肠和腊肠都吃了下去 很快 她也产生出和宁荣荣同样的感觉 或者说是更加的明显 香肠入腹 带来的热流 令她通体一阵舒坦 内腹的疼痛竟然就那么消失了 全身似乎都充满了力量的感觉 有些惊艳地看了奥斯卡一眼 唐三对她的认识 明显发生了一些转变 此时 还没有完成今天课堂任务的 就只剩下小五和竹竹青了 小五有些哀求地看着唐三 似乎在说 能不能不要吃 唐三微微一笑说 没事 味道还不错的 你就当是接上买来的食物 小五极为不愿地第五个走了出去 他几乎是闭着眼睛吃下那两根东西 然后捂着嘴 强忍着呕吐的感觉 才吞咽下去 幸好 奥斯卡的香肠入肤之后 会立即化为热流融入身体 并没有什么回味 尽管如此 小五的脸色还是显得有些难看 此时 所有学员中 就只剩下朱竹青 没有完成今天的任务 大家的目光 也不禁地都聚集到他的身上 朱竹青冰冷的小脸 一阵青 一阵白 背齿轻咬下唇 却怎么也不肯迈出脚步 弗兰德院长突然说 朱竹青 如果你想有一天能够战胜戴木白 将他踩在脚下的话 现在就不要犹豫 朱竹青愣了一下 看向弗兰德 弗兰德脸上难得的流露出一丝微笑 眼含深意地看着他点了点头 戴木白先是愕然 紧接着一脸的无奈 在他身边的胖子和奥斯卡 却都已经在偷笑了 令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 朱竹青的眼神突然变得坚定起来 大步走到奥斯卡面前 飞快地拿起他手中的香肠和小腊肠 竟就那么吃了下去 速度甚至比小五还要快上几分 戴木白看着他一阵失神 你就真的那么想打败我吗 朱竹青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却什么都没有说 弗兰德满意地点了点头 说 嗯 好 今天你们的课程所有人都通过了 你们都要记住 今后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奥斯卡就是你们的后勤补给 忘记那些没有意义的抵魂咒 保住性命 让自己变得更强 发挥出全部实力 甚至超水平发挥 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 你们每个人回去准备 你们有一天的时间调整和休息 明天一早 全体启程 由赵无极赵老师 带领你们前往星斗大森林 帮助奥斯卡获得他的第三个魂环 这 不只是奥斯卡一个人的事 也是你们所有人的历练 在遇到千年魂兽之前 赵老师是不会轻易出手的 一切 都要靠你们自己 好了 现在 解散 通过两天的课程 唐三发现 史莱赫学院的教学方法 是非常特殊的 并没有以前诺丁学院 那样严正的规章制度 每天必须上课之类的约束 而是用一些特殊的方法 从更有意义的实战和历练中 来提升他们对武魂的应用 这无疑要比总是教授理论知识的效果 要好得多 而且他也能感觉出 弗兰德院长 不但是因材事教 教导他们怎么成为一名优秀的魂师 同时也在教他们一些做人的道理 奥斯卡突破到三十级 明显变得很兴奋 魂师的魂力 每到整数级别提升时 这一级的魂力 就不需要再依靠自己修炼 得到魂环时 魂环附带的能量 会直接将这一级的魂力补满 并且突破到下一阶段 像唐三获得第一魂环时 直接提升到十三级情况是非常少见的 那就是因为他先天满魂力 或者说是玄天公已经修炼到瓶颈的原因 众人都各自回到自己的宿舍 尽管他们都算得上是年轻一代的天才 但包括宁荣荣这天之娇女在内 每个人都知道修炼对他们的重要性 想要变得强大 除了百分之一的天分之外 还要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 尽管那百分之一更加重要 但是那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 又怎么能节省呢 小三 明天就要去星朵大森林了 你说 我应该获得一个什么样的魂环 才能更适合 对香肠辅助效果的提升呢 奥斯卡不需要再修炼 他现在只要等待明天的到来 一回到宿舍 就忍不住兴奋地向唐三发问 唐三微笑说 这个也要看机缘 魂兽种类千千百怪 谁也守不好遇到怎样的魂兽 你前两个魂环 一个是恢复 一个是解毒 这第三个魂环 只要再增加以另外一种辅助效果 或者是强化前面两种辅助效果 都可以 奥斯卡 你应该去过星斗大森林吧 给我说说那里的情况吧 奥斯卡点了点头说 嗯 星斗大森林可是个好地方 当然 也是一个极为危险的地方 那里是魂兽的摇篮 是强大魂兽最喜欢的地方 当然了 也是魂兽伤亡最大的地方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片的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